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二男来了 第一关路 我现在要穿过这个 城门了 在城墙根下走一走 溜达溜达 我身后这个就是山海关 天下第一雄关 在这转转就不进去了 看这个景区门口 都成了这个全民 运动中心了 好多小朋友在这里 华汉冰 下一个不会 还可以 羊杂汤味道怎么样 味道挺好的 准备吃饭 擦一擦玻璃 进入228 我们要从山海关出发了 今天行程的目的地是大石桥 我们今天走的是228国道 这条公路呢 又叫滨海公路 风景应该是不错 今天大概的行程 应该是400多公里 海边还挺漂亮的 修点挺好的 终于看到了东带河 东带河原来在这里啊 有南带河北带河 东带河 就没有西带河 之前总听北带河北带河的 今天终于是看到了这个东带河 今天得跑6个多小时快7个小时 300多公里 400公里 400多公里一共是 这都跑了一会儿了 这条滨海公路上的风景还是蛮好的 昨天中午跑高速的时候在河北 温度达到了389度 今天的话25.5度 现在是在隋中港这边了 这个关外就是凉快 是个避暑的圣地 马路两边的果园特别的多 这边生产南果林 喜欢东北这肥沃的土地 你看这个应该是 这是什么树 杨树 这杨树长得好高好高 对 形成了一个秘缝是吧 杨树的两边就是田地 看大片大片的田地 良田沃野 这路边发现一片野海滩 特别特别凉快这边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浪 超大的今天 好久没有在海边走一走了 这边有小石头 看这块石头 像不像个玉石一样 真好看 你看我一共捡了两块石头 都可漂亮了 这边有一小片的红海滩 还是第一次见到红海滩 海边的风超大 感觉风都把我吹起飞了 旅行就是这样 有风景随处可见 上车 出发 出发 红海战道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新城了 看前面还有个新城古城呢 新城古城就不去了 我还没去过新城古城呢 新城古城怎么样 新城古城非常有历史 和平遥古城齐名 当年元重换守城的时候 在这用大炮轰过努尔哈赤 然后努尔哈赤就多重伤 然后后来就死了 黄太极的时候 也是因为元重换在这守城 他就没能进城 也就没能进关 原来如此 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地方 我去过平遥古城 新遥古城的话 那就先不去了 好 新城的街道非常地干净整洁 发现很多海边城市 建设的都非常地漂亮 很干净整洁 这一大片 楼盖得非常有特点 这个是个超级大的小区 新城也是在归葫芦岛馆下 前面就是葫芦岛了 前面就是葫芦岛了 离得非常地近 沿着这条龙湾南大街 上去就是葫芦岛了 这里就是葫芦岛了 这里就是葫芦岛了 我的一个教程老厢也是我大学同学 他就驾在了葫芦岛 这么多车 这么多车 油还剩多少了 油还剩还能跑300公里 这油腔将住95号去游 请去任 帮忙已回零 请去任 开始加油 好上车 出发 这个小葫芦真好看 你加油加了多少 加了52升 419 对 昨天加满油之后 跑到山海关 再加上今天的 一共是 跑了得有一千多公里 一千多公里 然后加了420多块钱的油 平均四毛多钱一公里吧 那咱家这个车还算是省油 比较省油 笨锦州了 这大厦会俯瞰大海 大海的对面就是城市 对 应该是锦州吧 到锦州了吗 是 到锦州了 锦州跟葫芦岛挨着吗 对 雷得非常非常近 整个这个滨海大道沿着 而且这个路况非常的好走 怪不得很多人都自驾这个 G228这个滨海大道这个公路呢 所以说这个228公路是一个自驾的好线路 不过相比较而言 东北这边的马路就是非常的好开 好跑 是辽宁这边的路要比黑龙江那边更好跑 对 路五比较宽 比较平 对 主要是平 特别的平坦 但是辽宁这边车多 路上车特别多 相对于河北好多了 我感觉在这开车很轻松 在河北那边我就坐副驾驶上不开车 我都感觉挺累的 那边就是 大车多 货车多 然后路也窄 主要是比较急 车多开的也快的 这边的话就是慢条四纹的开 感觉还是好很多 看这也没几辆池 看这个车流量 已经是很少了 这条黄渤海的滨海公路是真不错 景州劲了吗 这就属于景州了 东北像这样废弃的火车道特别的多 在我们这里就有好几个 又一个火道口 你这个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火车道了 都是废弃的了 可见这个地方以前也是中工业 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看来上面有棵树 不是树啊 我知道 就是一个树的建筑吗 一棵铁树啊 对 是一个旋转拍 前面就是龙海广场了 这个就是龙海广场 龙海广场 对 那这歇会儿吧 行 有没有那种就是像威海一样抖音上经常刷到的那个 威海有个什么八路 嗯对 有那种感觉哈 对 有一种海天香天的感觉 看那边海上还有一座闲山 哎呦 太冷了 到了每个地方就是这样了 下来走一走看一看 感受感受 继续出发 沿海公园这边真不错 好累 这小车 200公里 再开一半 小比较深走 对 今天应该是大无聊大市桥了 因为还有215公里 还得开4个小时 现在已经是几点了 三点半了 又一个魔女之家的 撒爽音质 此此就跑没影了 其实骑摩托车也挺有意思的 对啊 从这个车窗外往外看 这个海浪还非常的大呢 看到 因为今天风特别大 对 如果今天开车累的话 可能会再盘紧一些 是不是 看情况吧 接下来要不斜的话 就一直走 应该 天黑之前也能到 看情况 一只大贝壳 前面有一座桥 前面有一座桥 我们要上桥了 小林河 这个桥桥 这是小林河 今天的天气稍稍差点意思 要不的话 这个蓝天白云呢 两边有大海 就更美了 这边全都是养海货的 周边的这个 卖海鲜的也特别多 中国最大的海森养殖基地 嗯 锦州这边这个养殖基地超级大 这一大片全都是 这边缠疗参 这边是海参池的 对 这边也是 我这边也是 两边都是 疗参是我们最好的人生 我们国内最好的人生 应该是 嗯 看到前面那个桥了吗 一会儿我们要上那个桥 就像刚才走的那个桥一样 这边的跨海大桥特别多 刚才那个叫小林海大桥 现在这个叫林海大桥 这个比那个长 红海滩了 这边可是不缺海线 这边可是不缺海线 这的一船真多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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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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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还从这个角度把那个角度太快了 特离海最近的一次看这路直接去修在海边上紧紧的贴在海边上 这个弯好鸡 这儿除了聊生还有很多的彩油厂 这个地方叫双鞋林彩油厂 这个岩的海边这么多 这个彩油厂跟那个聊生一样面积就真大 很多人把这个机器都叫磕头鞋 我们后面一辆车也没有 前面就是一连串的车 因为货车这么多 看来盘景这个地方经济不错 盘景的油光车是真多 油多 这个油光车的业务也就很繁忙 环境也好 真的 我感觉环境挺好 对 马路两边都是绿绿的 对 前面是一片树林 看那边多漂亮 这油油的 是挺美的 这是国道 二吧 也是小路 道路两边大片大片的湿地 好 这世界公园真漂亮 真好 国家及自然保护区附近 目的地在您左侧 中文字幕志愿者 盘景道路两旁的水稻田吗 应该是 对 真美 而且他们的稻田跟咱们那边的不一样 这稻田与稻田中间还种了别的农作物 是 稻田与稻田中间种了别的农作物 盘景这边的稻田里他们还养螃蟹 所以说盘景的大米和河蟹都比较出名 今天晚上就不在大石桥住了 去不了了 暂定就在盘景住吧 因为现在已经是5点20了 还有24分钟 等到5点40多就到达盘景市里了 18.3公里 很快就到了 对面的人家 都是在这边养螃蟹 这就是养螃蟹的稻田 我们现在来到了盘景市区 现在是在新龙台区 现在去酒店 还挺明亮的 就是卫生间稍稍小了点 有一个简易的小桌子 对比昨天那个酒店 今天这个酒店就稍稍差了点 今天没有那个下位的多感觉 盘景的这些河蟹店特别的多 这一排也好多河蟹店 来 三个烤盘 来 这边的美食广场 溜达溜达 吃点小美食 没关系 期待 쳇